現在呢 剛剛你會敲的時候 各位 你剛開始經驗不足 要敲一個很漂亮的應該不大容易對不對 所以現在介紹的是另外一種他很棒的工具 來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一台那個投影機 有沒有 你點那個工具進去 點那個工具 左上角這個工具 點一下 有沒有看到裡面進階裡面有個叫投影機 對不對 這個你把它按下去 好 有兩種方法 投影的話呢你可以投文字 這樣我可以確定自令打得出來 第二種可以投照片 有沒有 投照片我先用文字好不好 來我就先打ABC 請問可不可以打中文 可以 你怎麼這樣子 中文真的可以 但是中文他要出來的只有細明體 細明體你知道 是不是會太細了 所以說如果你要用中文的話我會建議用圖片的方式 這樣清楚嗎 好 你用中文 在這邊的話會比較可惜 所以 我在這裡呢 我就挑一個 這種比較粗一點的 來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這樣比較粗一點的 什麼顏色沒有關係 什麼顏色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要 把它投影出來而已 好你好了之後呢你就按一下OK 再按一下OK 按一下OK 請看一下 在這邊 轉一下 有沒有這裡 再轉一下 有沒有另外一面也有 這樣了解嗎 兩邊都有 但是有沒有發現 從這邊過來 字是正的 這邊過來字是什麼 這是 相反 那 可不可以調過來 可以 請看上面 因為他是投影機 有沒有發現 右手邊的 工具的屬性 改變了 看到了 好 這裡有沒有一個 鏡像 這個 這叫鏡像 所以 你如果說你要顛倒的 你再按一下 我用這個工具 第三個工具按一下 然後滑到這邊 你看 滑過來有沒有發現會亮起來 就表示你已經到那張圖片上面的 文字上面的 按下去有沒有顛倒的 按一下 有沒有顛倒 這樣了解 好 第二個 你字 不見得要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上面這裡 上面這邊有沒有移動 旋轉跟縮放的工具 剛剛你打字的時候他沒問你說字要多大吧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字 我想要靠右邊一點 我就用移動工具來 一樣移到這裡面來 是不是亮起來了 移上來有沒有可以移上來 請問我可不可以轉過來 也可以啊 好 這邊 大小調整一下 我用這個 亮起來了 拖曳一下 有沒有調整大小 這樣會不會用的 會的 所以 你如果 要移動他 看你要放哪邊 這樣子 好我放好了之後 就準備要 敲敲敲 各位你回想一下 你們用的印章 來來來 請問 有這一種的 這個都剛好是 請問這個是 陽科還是陰科 陽 凸出來的是陽嘛 對不對 有沒有一種是凹進去的 有 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有 陰科跟陽科 在這裡 最後面這個 有沒有看到一個敲的 好像鑿子那個 你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他有個選項 有沒有看到 第一個 就是什麼 第一個 第一個是 凹下去的陰科 當我按下去 有沒有連 不一樣的圖示 來 看清楚 本來是這樣 這個就是 黃色的 這個是 那個 陰科 按下去 有沒有顛倒 這叫陽科 這樣清楚了 所以你看你要哪一個 我先敲給你看你就知道了 來 這裡我靠近一點 已經有人打碎東西了 你看喔 你可以不用那麼大一顆 你也可以用小一點的 好 我就來 各位 這樣如果你字還打不出來 請跟我講 我帶你出去外面 好好 彈一下 看看你是哪裡有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樣敲 一定會敲出來 投雲稀好用嗎 有沒有發現外面我怎麼敲都沒關係 這樣有沒有簡單 現在只有一個情形就是那個玻璃破了很多嗎 有沒有 有沒有一定敲出來 對不對 所以 你做不出來的 一定要跟我講 我看看 到底是電腦有問題 還是人有問題 開玩笑的 這樣了解了 所以如果你做好了 你就可以 把它插插 然後呢 他的投影還在 對不對 你如果不要了 你就回到什麼 就回到投影機 告訴他我這個我已經不要 我已經做好了 可以不用留在上面 這樣 有沒有就印出來了 這樣會了嗎 那麼你的深度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重複敲 會怎麼樣 會又敲 往內 更進去喔 你就敲一次的話是4嘛 剛剛用4對不對 4面的立方體 我如果再敲一次他會深度會再往裡面再升 等一點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真的 那請問圖片呢 圖片可以嗎 你覺得圖片可以嗎 一定要可以嗎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給你看的都有啦 所以來 這邊我就要介紹一個 第二個啦 因為剛剛已經有兩位同學願意犧牲自我 請你進到簡報第3頁 對簡報的第3頁 因為我們剛剛拍的這兩位同學來我回顧一下 這兩位同學 對 對不對 如果你拿這個照片 直接拿進去 他是不是有背景 那有背景的話 他在轉換的時候也有可能會變成他的什麼 線條之一 所以要把他們兩位去背該怎麼辦 你看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 那 你可能要明年再來上這個課 因為那個明年你才會學好 我們今天上課會來不及笑 那我介紹 這個服務給各位 我就把它複製一下 剛剛這兩位同學就複製一下 來你進到我們簡報第 3頁這裡 我有介紹兩個 有介紹 兩個雲端服務 這兩個其實都很好用 都很好用 這個呢 都是雲端去背的 雲端去背的 各位 真的不能不會 在這裡 有兩個網址有沒有 那 上面這個 介面 相對容易 那操作上 兩個效果基本上是一樣 那麼 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是介面 第二個是什麼 解析度大小 如果你真的要拿去印刷用的 我會建議你用下面的 下面這個 因為他要註冊 那上面這個不用註冊 可是他只給你什麼 中低解析度的 但是中低解析度適合我們用在什麼 簡報 影片 還有我們像我們 現在在玩的這個 因為我不用太高解析度嘛 就可以用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 你到這邊 那我先用第1個 remove Background image 這裡 那你進到這裡之後呢 來看一下 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Ctrl加V貼上就好了 因為我剛才已經複製在剪裂部了 我就貼上就好了 Ctrl加V 好 那他們兩位的照片就傳上去囉 有沒有好了 這樣會太快嗎 會不會比你學完Photoshop再來 好一點 我怕你會來不及上我們這門課 有沒有快很多 對不對 當然他不只是可以做這個 他還有編輯的功能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編輯的功能 按一下 如果你只是要 背景模糊 像我們單眼相機這樣子 就這樣就好了 也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希望他們兩個去哪裡玩的話 你就跟他講 這樣有簡單嗎 對不對 可不可以上傳自己的照片 真的喔 你們兩個偷偷去那裡玩都沒跟人家講對不對 所以下次到此一遊 知道在哪裡拍了嗎 在家拍一拍就好了 重點是以後你大頭照去哪裡拍 你們沒洗過大頭照嗎 沒拍過大頭照嗎 以後大頭照在自己家裡面拍就好了 就去背了 去背了然後呢 來看一下 大頭照嘛 大頭照現在用白色的對不對 他這樣藍色的 這樣知道照相館 又少了一個生意可以做的嘛 他只剩你拿去哪裡洗而已啊 回去哪裡拍啦 各位這個界面你用手機可以用喔 你用手機是可以用的 這樣有簡單嗎 太簡單喔 不知道要怎麼 以後這個很難生存喔 好 因為這個都是AI的雲端去背 所以為什麼今天要特別跟大家介紹 因為 3D推取 你家不見得有3D鏈機 但是你們家一定會有需要用到什麼 去背 對不對 簡報也會用到 然後引降合成 好 那如果好了我就按下載就好了 這樣就直接下載下來 所以第一個網站的好處是他不會要求你註冊 那使用界面就是這麼簡單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 他就是要請你註冊 可是他的好處是他可以 給你原汁原味的 也就是你剛剛如果是上傳真的是你手機拍的 上千萬像素的 丟上去 處理完之後 回來還是上千萬像素的 這樣了解 就插在這邊 好所以他們兩個我處理好囉 處理好之後我就可以準備拿到我的3D設置 裡面來用 各位應該記得我們今天是上3D設置 我們今天我剛剛只是繞個彎 讓你 帶你去外面兜風一下 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回到這邊來 所以你看我回到這邊 好 繼續回到我們的投影機的工具 是不是在這裡 好點下去 這次我就告訴他 不好意思 不是文字了 我要是不是圖片 你把它點下去 好點下去之後你看 其實我之前有用過很多啊 有沒有我有用過很多 沒有我這邊有很多 對不對 你看 大象的屁股 我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沒有去背的 這有去背的 所以如果我拿這張進去的話 其實你在敲的時候就很多雜點 好那所以去背好的 單純的屁股比較OK 這樣了解意思 所以你看我有很多就是像這樣子的 有沒有川普的 這個是那個 好像是 三月份上課的時候拍的 這樣了解 那我現在因為沒有在裡面是不是要自己 上傳上來 按一個加 我就可以找到剛剛 去背好的 是不是在這裡 就把它傳上去囉 好就稍等他一下 好進來了 進到裡面來了 我就點他一下 有沒有 這樣進到裡面我就按下OK囉 兩位就投影到我們上面來了 對不對 那 一樣的如果你 各位 剛剛哪一個在左邊 哪個在右邊 左右相反 對 左右相反 對呀左右相反你們沒有剛剛沒有發現嗎 有齁 所以是不是用這個 按一下 這樣有沒有回來了 其實我們人的左右相反真的不一樣 喔 我跟你講 你眼睛不一樣 不是說那個 因為每個人雖然我們講說對稱對不對 但是真的不一樣 來 你這樣看 你會覺得怪怪的 你沒有覺得怪怪的喔 我這裡覺得怪怪的 我講真的 那位老師有感覺啦 這個才是正的 這裡才會轉回來 真的不一樣 好 所以 再來是不是移到 看你要到哪邊對不對 對不對 移好了 準備 敲敲敲了 這個跟我們剛剛都一樣 按下去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會曝光 我們只抓輪廓而已 這樣 你要敲 這個 還是要敲這個 還記得陽科跟陰科嗎 我現在用這個的話是什麼 陽科 所以你覺得我敲裡面會不會有關係 是沒有關係 我拿大一點的 我對他沒有任何意思 我就敲外面 有沒有外面可以敲 所以你知道 會留下誰的吧 對對對 敲敲敲 敲 敲 拿最大的敲 可以啊 我只是怕你受傷而已啊 哈哈哈哈 我不想那麼大力敲你而已 沒有啦 其實因為它本身是一個立方體 所以說 我如果拿大顆的 是不是敲的會比較深 我拿比較小顆的 是不是敲的比較淺 了解意思嗎 因為跟深淺有關係 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你真的要有拿到這一顆 我敲給你看 啊你有 你有 那不是你 來我給你看一下 這樣你就知道為什麼 這個敲這麼 這麼狠了吧 這樣你知道嗎 會了吼 你看我剛好帶來的都有準備到 沒關係可以還原一下 有沒有 所以我就拿小的 敲一下敲一下 這樣有沒有那個輪廓就出來了 反正沒有人認得出你是誰 對不對 那個是只有在我們現場的才認得出來 你拿出去之後大家只覺得蠻可愛的 好那旁邊這邊的怎麼辦 如果我遇到這種情形 旁邊這裡你覺得敲的到嗎 因為不在那個範圍裡面啊 對不對 怎麼辦 不要忘記了你現在是不是投影機 用完了告訴他不要拿 就拿用這個籃頭就好啦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敲啊 你原本的工具還可以敲 只是這個時候這邊就沒有保護囉 我如果敲下去是不是這邊就敲到了 好所以你就必須要自己試 你的情況 這裡有可能要小顆一點的 這樣了解 一樣的他們兩個如果好了 就可以把他們的照片 回到投影機這邊 給他插插 所以你可以投影很多個 有沒有這樣就有了 哇你的表情好豐富喔 上課最需要你這種反應你知道嗎 現在老師上課很難過耶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我們繼續喔 老師都一定要這樣講 好可憐喔 各位換你了 看我表演完了 我表演完了 玩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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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